据悉目前围绕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8月访问台湾能否成行一事 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 佩洛西访台就美国对台湾政策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对中共企图武力犯台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 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 时政评论家袁洪斌教授 袁教授您好 那中共当局不断通过媒体 以强硬措辞指责佩洛西准备访台计划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日前甚至称 北京正严正以待 您认为中共当局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 因为这个佩洛西呢 他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按照宪法的规定 他是美国第三号重要的人物 因此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会极其强有力的证明 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坚如磐石 这样的一种这个访问呢 他在这个中共暴政啊 不断的发出战争叫嚣的情况下呢 对于稳定强化自由台湾社会啊 对抗中共暴政的信心 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 中共暴政当然显示出这个气急败坏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反应了 据报道 中共官媒还称 佩洛西若访台 可能会引爆中美冲突 台海危机一触即发 您认为中共会采取军事行动吗 这个我们得到的一些情况来看呢 中共暴政啊 现在对待这个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个事件呢 它有两套方案 那第一套方案呢 就是通过它的外交战狼们 发出这个强烈的所谓抗议的叫嚣 从口炮的角度呢 把这个紧张度啊 提升到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这个程度 那么中共暴政这样干的 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并不是说现在就要发动台海作战 而是想通过这种外交战狼们的 这个叫嚣和威胁啊 对美国对白登执政团队的 这些白左政客们呢 实施强大的政治心理压力 企图用口炮的方式 迫使美国取消啊 这个佩洛西访台 那么从阿富汗战争啊 结束的时候开始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拜登直接导演了一个从阿富汗的大溃退式的 这个所谓的撤军 你就可以看出啊 拜登政府和他的执政团队啊 实际上在关键的政治事件节点上是相当软弱的 这是当时啊 从阿富汗大溃退式的撤军 中共暴政呢 就得出的一个结论 而且这个白登政府中很多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秘书啊 撒利文在过去啊 就曾经明确的提出来 要通过呢 放弃自由台湾的方式 来和中共呢 做这个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呢 进行交易 那么这样的一种建立妄议的这个心态啊 当然是中共暴政是完全掌握的 那么我们并不是说像撒利文当初提出这种 对中共暴政绥靖主义的姑息养奸的这种建立妄议的国策啊 他当然是现在是可以改变 但是你是否改变了 你要明确的做出表态啊 你要告诉国际社会 你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种 对中共绥靖主义的表态 这样一种出卖自由台湾的表态 这样一种建立妄议的国策 你没有向国际社会做出解释 大家当然会对你产生怀疑 而中共呢 也认为 白登现在的执政团队中的相当一部分政客呢 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所以呢 他们认为通过施加强大的这个政治心理 有可能使白登政府呢 阻挠佩洛西访问台湾 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达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目的 就是使美国的国家信誉啊 遭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质疑 因为这佩洛西这已经是第二次 放出这个消息啊 说要去访问自由台湾了 如果这次又在这个 中共暴政外交战狼的口炮前退缩的话 那么美国的这个这个国家承诺啊 将会受到普遍的质疑 它的国家信誉呢 也会蒙受极大的侮辱 中共暴政应对的第二套方案是具有实质性的 那就是在俄乌战争中啊 全面的强化对俄罗斯的这个支持 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鼓励支持北韩啊 组建一个六万人的特种兵团 以工程建设部队的名义 到俄罗斯所侵占的乌克兰的领土上去 以这个进行战后恢复建设的名义 实际参战 而中共呢将会啊 为这支六万人的部队呢 提供全面的后勤支持 后勤保障 而这个俄罗斯作为交换呢 会给北韩呢 提供一大批粮食和这个石油 于此同时呢 在这个六万人的北韩部队中呢 中共暴政自己将组建呢 至少一个旅的客战兵团 加入到这个北韩部队中 最近呢 中共军内的良知人士 事实上已经传出一些很具体的信息 那就是中共的吉林省军区和辽宁省军区啊 已经接到了中央军委的指令 要求啊 每一个省军区呢 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 进行啊 三千人的朝鲜族退役军人的登记 这也从一个角度呢 证明啊 中共暴政现在支持北韩 派出特战兵团 进入俄乌战场啊 这个程序已经开始启动 中共暴政第二套的这个方案中的 另外一个措施呢 就是支持和鼓励伊朗常建制的大规模的向俄罗斯提供军用无人机 因为伊朗呢 是有这个庞大的这个军用无人机的这个制造体系啊 从核心技术到核心设备都是由中共暴政提供的 所以只要中共暴政同意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军用无人机的这种协议呢 才有可能进行才有可能实施 而现在呢 中共已经同意并且鼓励伊朗这样去做 而且事实上呢 中共也不把这两个方案呢 进行所谓严格的保密 它实际上已经通过一些 他们的渠道啊 在国际社会中呢 来传播这些信息 像这样呢 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要美国政府出面呢 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 佩洛西能不能实现访问台湾 主要是对美国的白登政府和他的执政团队的一次啊 政治考验 如果他们阻止佩洛西访问自由台湾 实际上就说明呢 他们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 是不敢跟中共暴政亮剑的 这样的话 他们会在这个美国社会面前 美国人民面前 和整个国际社会面前呢 再次暴露他们白左政客的 对中共暴政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嘴变 那么这将对他们的中期选举呢 至下一次的总统大选呢 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 美国人民将会因此收回对他们的授权 那我们知道佩洛西访问台湾呢 是最近媒体披露的 据悉呢 网上在早些时候就传出 俄罗斯邀北韩军队 三战俄乌战争 就这样的 首先呢 就是佩洛西要访问自由台湾这个信息呢 其实在两个月前呢 中共内部啊 就已经有所掌握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佩洛西通过媒体公开公布 他要这个访问自由台湾之前呢 中共对于北韩派兵进入俄罗斯的这件事情呢 他抱着是一个消极的态度 就是你北韩派特战兵团进入俄欧战场 他并不反对 但是他不会提供啊 全面的后勤保障 而现在呢 中共暴政已经同意提供全面的后勤保障 不仅如此 而且呢 中共暴政自己要组成一个特战旅 加入到这个北韩部队中 这就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韩战的时候啊 金日成的部队中的最精锐的三个师 就是中共暴政的第四野战军啊 那是所谓朝鲜师 直接调过去啊 就充实到北韩的这个金日成的军队中 那现在习近平显然是要顾忌重演啊 您刚刚提到 中共已经启动了对北韩军队的全面支持 并准备派一个特战旅加入到北韩军队 参与合物战争 那如果佩洛西没能成行 中共的这个计划仍然继续吗 因为中共暴政预见到啊 他们有相当的可能性 难以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 因为佩洛西本人访问台湾的这个意志呢 是很坚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已经启动了支持北韩的特种作战兵团 进入俄乌战场的这个程序 他们将为啊 北韩的这个特战兵团提供全部的后勤保障 另一方面呢 伊朗曾建制的大规模的向俄罗斯啊 转让军用无人机啊 这个项目呢 也已经开始启动 据悉 对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件事 网上有不同的声音 也有些人认为呢 佩洛西访台只是说说 您怎么看 我个人呢 判断 佩洛西女士啊 从她个人以往的从政历史来看呢 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 而且极其勇敢的女性 在89年64的这个事件过程中啊 佩洛西女士啊 曾经直接向中共暴政发起了挑战 所以我认为啊 佩洛西女士要访问自由台湾 面对中共现在不断的发出战争叫嚣 威胁台湾自由 这个安全的情况下 佩洛西女士出于正义感也好 出于防止中共暴政 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战略性需求也好 佩洛西女士啊 访问自由台湾的可能性啊 是极大的 而现在呢 想要阻止佩洛西访问自由台湾的最大的障碍呢 不是来自中共 因为中共的威吓 我判断不会对佩洛西女士发挥作用 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是来自美国总统白登和他的执政团队 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那就是在不久前呢 白登居然呢 借助美国军方的嘴 试图阻止佩洛西访问自由台湾的理由 他说军方现在认为 这个时候访问自由台湾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 是个不恰当的行为 一个美国总统居然呢 通过公开的报道 来对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想要可能实时的行程 做出这种否定性的评价 这只能说明啊 白登政府在骨子里 仍然没有丢掉 对中共暴政的 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 另据海外媒体报道 拜登已向外界声称 近日呢会与中共习近平通话 有人说 目前美中的关系很微妙 您怎么看 这个我们以前早就说过了 美国和欧洲 包括白登在内的美国和欧洲的白左政客们 正在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21世纪国际政治的重心 已经由欧洲转移到了亚太地区 转移到了台海 中共暴政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 是21世纪人类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 而且是最直接的威胁 中共暴政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 爆发点就在台湾海峡 中共暴政就是要借助发动台海作战 征服自由台湾来迈出 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致命的一步 通过征服自由的台湾 切断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联系 使南海变成中共暴政的内海 同时直接威胁到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所以这样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 关键的一步 如果一旦实施了 那整个21世纪的国际政治的格局 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但是美国和欧洲的白左政客们 显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仍然把重心放在了欧洲 放在了俄乌冲突之上 而现在他们正在战略错误的方向上 越走越远 这个越走越远的一个具体的标志就是 拜登居然准备通过和习近平的通话 来缓和所谓美国和中共暴政的关系 甚至白登政府放出风声 有可能放弃川普政府时期 对中共暴政所制定的关税政策 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 白登政府现在正在一个战略错误的方向上 越走越远 正由于这种战略的错误思维 有可能使白登政府不顾一切地 来阻止佩洛西议长访问自由台湾 就佩洛西访问台湾 您认为对美国就台湾问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佩洛西访问自由台湾是不是能成形 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 通过这个事件 人们会判断美国的国家信誉和国家承诺 是不是值得尊重 是不是值得信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多次的分析过 中共习近平当局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前 他是不会发动台海作战的 因此他也不会因为佩洛西访问自由台湾 就去发动什么台海作战 原因就在于 习近平现在的最主要的政治兴奋点 政治聚焦点就在于他要通过中共的二十大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终身执政 他有个亲信幕僚叫李书磊 那北京官场的人都嘲笑这个李书磊 说他是这个习近平的贴心小棉袄 也就是习近平所思所想 他都一清二楚 这个李书磊不久前 在他成为中共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之前 他在中央党校做过一次报告 他就公开的声称 必须要打破不能连任三届以上的魔咒 要让具有创造伟大历史的人民领袖 习近平能够不受行而上学的时间观念的限制 长期执掌最高权力 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会有希望 否则党内外的反对势力就会发动再次反扑 是中国共产党发生颠覆性的事件 这是他在中央党校上做报告的一个大概的意思 有一些不是原话 从他这个说辞就可以看出 对于习近平而言 如何在中共二十大上进行连任 获得终身执政的权利 才是他现在的最关键的政治诉求 因此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习近平绝对不会因为佩洛西访问自由台湾 就发动台海之战 中共外交战狼们 比如说中共外交发言人 有一个姓汪的 被北京官场普遍的称为汪公公 这位汪公公针对佩洛西 可能访问台湾这点事就发出威胁 说是如果佩洛西访台 那么就一定会引发严重的政治事变 而且讲中共报告是说到做到 但是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虚心动靠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这次美国由于 中共外交战狼们的口头的威胁 就取消了佩洛西访台 那么就意味着美国重要政治人物的外交形成 不是由美国的意志决定 而是由中共暴政的威胁来决定 那么这样一来 美国的国家信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美国在做出的任何承诺 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那将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负面的消息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他的国家信誉和国家承诺 都受到质疑 这本身就证明这个国家是二流国家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 中共暴政现在不断的发出战争叫嚣 对自由台湾进行全面的军事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能够通过访问自由台湾坚定的宣誓 对于保卫自由台湾安全的美国的国家意志 那么它显然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 反抗中共暴政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事业 另有海外媒体报道 拜登阻止是因为美军方担忧佩洛西乘坐的飞机会被击落 中共暴政一旦发动台海作战 那是一次以国运相赌的重大的作战行动 它不会通过这种偶发事件 就很仓促的启动这个战争情绪的 所以设想什么中共暴政会击落佩洛西的飞机 或对佩洛西所乘飞机产生安全的威胁等等 这些想法都是起人忧天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是它不会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引发全面的台海作战 台海作战是它的整体的一个战略规划 它要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后 也就是2024年 台湾的大选年和美国的大选年 这个过程中来发动台海作战 这是它的既定的战略方针 它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佩洛西访台 就作为导火索就点燃这次战火呢 那是不可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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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